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现了问题 电影念书的孩子就刻画了这么一个留守儿童开开 她的爸妈在外面打工 她和爷爷一起在家里 她的爷爷年纪大 身体不太好 但终究是个半 爷爷在世时 开开虽然想爸妈 但终究有爷爷在 有个知冷知热的亲人在 爷爷身体不好 她帮爷爷做饭做家务 在学校里认真学习 回家给爷爷念课文 给爷爷解闷 祖孙两人虽然过得清贫 但是始终有亲人在 不是自己孤单一人 有一天 开开中午放学回家 发现家里门锁着 爷爷也不在家 叫爷爷也没回应 吓坏了的开开哭了 隔壁邻居的奶奶告诉她 爷爷去那边吃席了 开开撒开腿 就跑去找爷爷 看到爷爷的那一刻 放声大哭 这个内心孤单的小男孩 多么害怕爷爷的离开 我一个人离你 你跑遍了天下路 你就这样把爸爸妈妈丢了 再 你们去了哪 开开养了一条叫小胆的狗 想爸妈的时候 她就对着小狗说说 说完了磨干眼泪 再回家 不在爷爷面前哭闹 怕爷爷跟着伤心 其实爷爷哪里不知道孩子想爸妈 连晚上睡觉都哭着要妈妈 有一次爷爷煤气中毒不醒人事 开开吓得哭 边哭边打急救电话 幸亏开开的机制 爷爷得救了 爷爷昏迷的时候 开开跑回家拿水壶 再回到医院的时候 看到醒来的爷爷 路开憋了很久的眼泪 终于忍不住了 抱着爷爷放声大哭 旁边的医生都看得流眼泪 爷爷喜欢听开开念课文 开开就不再看电视 天天晚上坐床上给爷爷爷念课文 他养的小狗小胆也在一旁专心的听 那段日子虽然清贫寒冷 但是爷孙相依 却也觉得温暖 但是好景不长 有一次早上开开在做饭 小狗小胆一直咬他酷腿 他突然意识到不好 跑到爷爷屋里一看 爷爷已经去了 开开爸妈回家办丧事 想着带开开去城里 但一时找不到学校 于是开开拒绝了 说到了城里没学上 他想读书 想学习 开开学校的王老师也表示 孩子的学习不能耽误 一耽误 孩子容易泄气 但是开开爸妈城里的雇主又一直催着他们赶紧去 学校王老师答应晚上帮忙照顾开开 开开爸妈决定先回城 找到学校再把路开接过去 就这样开开一个人留在了家里 开开爸妈走前的晚上 开开爸爸跟路开交代着注意事项 一个人在家要好好吃饭 交代着交代着开开哭了 第二天一大早 爸妈给开开做好了饭 不想打扰孩子睡觉 就悄悄走了 开开醒来 看着空无一人的屋子 放声大哭 边哭边追出去 看着爸妈坐的车渐行渐远 开开在村口的马路上哭得悲痛异常 以前还有爷爷在 可是爷爷去世了 家里就真的只剩下开开一人了 王老师让开开在他家睡 可开开不愿意 就回了自己家睡 回家面对着空无一人的屋子 开开有点害怕 看电视 看着看着睡着了 朦朦胧胧中习惯性叫爷爷 醒来却发现爷爷去世了 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害怕至极的开开拨通了爸爸电话 却一直哭不说话 一个人在家的开开 整整三天没有生火做饭 饿了就吃点馒头 渴了就喝点凉水 担心开开的爸爸赶回来的时候 开开拯救着凉水吃馒头 开开爸爸得知儿子三天没吃热饭的时候 眼泪滑的就流下了 这一次开开的爸爸把路开带走了 但是路途遥远 开开的爸爸不让带小狗小胆 开开哭得撕心泪肺 爸爸又心疼又无奈 第一步结束了 第二步就接着第一步剧情开始 开开到了城里 却担心他的小狗小胆 就给王老师打电话 请他帮忙找找他的小狗 在王老师帮忙下 小狗小胆在开开邻居燕子家安家了 因为开开的离开 开开的抛弃 小狗小胆一直守在开开家里 不吃不喝 燕子担心就给开开打电话 通过打电话 小狗小胆儿开始吃东西 并且通过打电话 开开又开始给小胆念课文 在城市里的学校 开开融入的还算不错 认识了新的朋友 春节回家 燕子过完年 要去南方了 小狗小胆儿又没人照顾了 开开爸妈商量着要给小胆儿找个好人家 可是开开不愿意 最后开开一家把小胆带到了城里 但是不幸 小胆来到城里没多久 就被车撞死了 开开伤心的痛哭流涕 虽然是两个电影 但是连一起看像是一部电影 这样情节比较完整 尤其第二部 乍一看像是宠物题材 但其实还是留守儿童的悲与苦 开开为什么对小狗念念不忘 我觉得是因为她对养大她的爷爷念念不忘 而爷爷去世了 她只好把感情寄托到狗身上 虽然开开被爸妈接到了城里 但是多年缺失的感情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弥补的 所以开开执意要把狗带到城里 没有带到城里之前 减费品赚钱买电话卡 就为了给小狗小胆儿念课文 她的爸妈觉得不可思议 却没有想到那是儿子内心的寄托 电影结束 不再赘述 我推荐给各位这部电影 多的应该是想父母们多陪陪自己的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庭 是每一个孩子一生中最最珍贵的财富 无论贫贱 无论环境 陪伴是对每一个人最好的礼物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